海淘法师 晴朗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亮光的灿烂 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用了扮一起跳 才能返回出力量 见到你笑 悲暗的天空变得清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两方的陈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世界 一切世界无有灯 光明无量朝时方 日月火逐渐迷恙 世存能烟一生 有情哥哥随雷尖 又能牵一秒色声 普世众生随雷尖 大家请跟我念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诸尊菩萨 摩赫萨 一心鼎礼 嘎举历祖师 一心鼎礼 嘎玛巴尊者 创古仁波切 诸大上师 我为父母祖先 六道有情 发起报恩心 大悲心 成佛菩提心 当愿众生 离苦得乐 同城佛道 恩普利基达 慕得巴 大阿弥 好 请放掌 谢谢大家 首先要谢谢我们 上师仍不切慈悲 也谢谢我们此地 特别我们索南康布 几位上师喇嘛慈悲 那么一起大家来为佛法而精进 那今天是殊胜的加持日 那我们出家人 特别在汉传台湾 我们大部分都是在今天梯度的 因为菩萨道就是要做菩萨 做菩萨就要学观音 所以观音菩萨成道 所以老上都希望我们在这个日子 记得我们出家是为了像观音菩萨一样 能够成就佛道 不动来帮助众生 所以今天定的题目也很好 念一下来成佛的心 所以我们今天以这个来检讨 来大家一起如何让自己达到成佛的心 好不好 成佛的心是还没有成佛 但至少你的导航已经弄对了 最后你就会达到最后的目标 所以当然在佛教里面分作教法跟正法 教那就是我们看经典 来自看论或经过上师教我们如何成佛 那正呢 那正就是我们要去走这条路了 比如说各位你把地图打开 如何到某个点 那你知道了 但是知道不见得到了 那从这个走的过程里面 就有很多的问题 如何达到那个阶段 就像古时候就说 玄奘法师他要到印度取经 那这是非常好的教法 正确 但是你要从印度走过去 然后要学印度话 然后要翻译 然后要带回来 带回到长安 带回到中国 那这个太伟大了 所以我想佛陀教我们生命之道 念一下人成及佛成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最重要的 做人的目的是为了要成佛 给他做皇帝 那是佛陀有五百个宫女 就像五百个太太一样 有三个皇宫 具足世间所有最好的条件 但是这个不是生命 最大的快乐 究竟的方法 他已经做到转轮胜亡了 当时候的未来皇帝 在各个方面 没有一个赢过他的 外表 利器 辩才 都是最高的那个 所以我们把佛陀教 世尊他已经达到最高了 在世间来讲 但是这个高 却没办法解决自己 生命的问题更重要 也没办法解决他所爱的人 他的父母 乃至生下来的子女 乃至所有的老百姓 乃至进一步叫所有众生 所以所有的众生都在苦的状态 众生就叫众死 有生就会死 很痛苦 但是佛陀要告诉我们一条 能够让自己没有痛苦 更能够帮助所有众生 都没有痛苦的 我们叫正觉之道 这个正觉 就是佛道 所以大家都希望成佛 所以很多人在研究菩 菩萨道 乃至菩提道 乃至成佛之道 那我想 但是观音菩萨却告诉我们 有很好的道理 你要成佛 不能够离开痛苦 苦难 观音 什么叫观音 哪里有痛苦 就有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为了痛苦而存在的 也唯有在痛苦里面 才可以找到成佛之道 所以如何帮助众生离开痛苦 叫慈悲 慈悲才是成佛之道 但是你要帮助众生 旧苦旧难 回归到那个主题 首先各位要 受苦受难不能怕痛苦 不能够离开痛苦 不能够离开痛苦 你才从这里面去觉悟 就像释迦摩尼佛已经享受了世间所有的福报 外表 皇帝 太太 儿女 全国老百姓对他这么好 但是他不会被这个像所迷惘 今天你很有钱 今天你长得很帅 今天你很漂亮 有时候你就会有一点骄傲 这个不错 很满足 但是呢 这些是在欺骗你的 因为所有的干净的外表 可以说都是不干净的 就像一个人的外表 眼睛有眼死 耳朵有耳死 鼻孔有鼻死 全身的洞都是大便 你外表在美啊 里面是血啊 肉啊 大便 当然这样描述很不好听 但是佛陀要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 这个叫五浊二世 不干净的 苦的 变化的 千万不要被这个所欺骗 就像老实说 假设一个女孩子 找到一份很好的爱情 那你要告诉她 那是假的 痛苦了 势必痛苦的 但是不了解的人叫吴明 他觉得这个是快乐 爱情 地位 健康 我终于达到了 我买个房子 我有护照 我有钱 自由 世上那是痛苦的开始 为什么 因为一切都是苦的 一切都会变化的 一切都是不清静的 一切都是空的 根本就是假的存在 但是如果你认为 那是快乐的 你就会痛苦 所以在这一点 我想我们修慈悲心 首先你要修对苦的一个体悟 念一下 轮回就是苦 温哥华也是苦 你用了多少力气 拿到护照 也是苦 所有的钱都给你 也还是苦 这个有好处 这样你就不会羡慕别人 有钱你也不会羡慕他 健康你也不会羡慕他 为什么 因为 它只是一个暂时的 骗你的存在 就像我常常讲的 如果拿一个苹果给你 好香啊 这里面有毒 我就不敢吃 因为会造成痛苦 也就是说 我们人类所追求的 生小孩 爱情 买房子 成功 读书 你认为所有的快乐 事实上都是痛苦 存在的一切的本质 就是痛苦 为什么 这件事 变化无常 这是真理 在辈子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这个世间你所看到的 诸就是一切存在的 都是变化无常 有生必有灭 在一起必定分开 做高位必定下台 你什么都带不走 那后面这两句 才是智慧了 在你讲 生灭灭予 即灭为乐 就是内心里面 对外在的这些变化 你已经无所求了 你也不要快乐 你也不排斥痛苦 你只是随缘生灭了 接受它的变化了 内心里面保持平静的接受 所以佛教的快乐 不是有钱快乐 不是有欲望快乐 也不是说故意叫我们去痛苦 不是 你呢 快乐也好 痛苦也好 它都是暂时的 这样而已 它不是永恒的 所以对任何事情 你都平静的接受 即灭为乐 所以有句话叫 有求皆苦 那佛教呢 往内 无求 没有贪 没有撑 没有傲慢 没有自卑 没有嫉妒 这个叫空性 涅槃寂静 首先各位一定要先了解佛教的基本道理 你可以讲 出离心 出离心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想要 我想要健康 我想要有钱 我讨厌这个人 我想要什么 那痛苦就来了 所以那我们要心如大地 接受一切 这个叫忍 别人欺负我 我可以接受 叫众生忍 你们做文革华好一点 没蚊子 是吧 好像少了一种痛苦 但是事实上这个世间有太多的事情 人事物来找你麻烦 但是你能够接受 法忍 法就是变化 所以除了人家找你麻烦 你这个身体会生老病死 天气会变化 政治也会变化 经济也会变化 所以那你都要平静的接受 那这两样 那这就是佛教的智慧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知道了 就像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我要结婚 我得到你的祝福吗 OK 祝你接受你先生有外遇 可以接受 我还骂我 我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有可能会发生 也可能不发生 但是对你而言 发生没发生 你就可以随缘接受 你就不怕 不怕就安定 你怕 怕就不安定 所以早上有一位 有一位女居士 传简讯 问我 她跟她结婚很久了 很久了 很久了 为什么到现在 没小孩子 为什么 她说她 花多少钱 她都可以 想办法要得到 问题出在哪里 她这个人呢 因为她先生是个演员 所以她疑心病很重 她不相信她先生 也因为这个疑心病很重 那冤亲在主 就有机会复生了 各位记住 一个人会生病 有障碍 一定有一个不正确的动机 这个不正确的动机 就让这些冤亲在主 就可以靠近你 接近你 那这样以后 她就会障碍你 这个冤亲在主 你要小孩 她不给你小孩 你要爱情 她破坏你爱情 你要身体健康 她就破坏你身体 各位记住 冤亲在主 还要看你有球 她才会找你 我希望很健康 冤亲在主 知道你的破洞 你怕生病 她就让你生病 障碍你 那如何让这个冤亲在主 不接近呢 那她就说 不能疑 不能怀疑 不能对她先生怀疑 不相信她先生 所以我只能说 你既然决定嫁给她 那你就全然相信她 祝福她 最后呢 还可以接受她的变化 哪一天她变化走了 至少你还得一个儿子 你要选哪一个 因为你想怀孕 但是 当然我只能说 我说我的 她听她的 佛法就是不强迫人家接受 因为只能说 如果你有这个苦 你就要去改变你自己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 各位你要悔光反倒 你到底在怕什么 你在怕 那就是你心不自在 谁念一下 接受变化 你要学习这个 所以要把握当下 我在这边讲 搞不好等下出去下楼梯 一跌倒头敲一下死啊 或是植物人啊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这辈子一次的意外 就在缅甸 去缅甸他们帮我找了一个很漂亮的水上酒店 那个地方很漂亮 那个水可以看到底 哇 这么漂亮的地方 什么名字我忘了 然后呢 哇 那个房间又很大 结果因为白天热 我流了很多汗 想要去冲个凉 刚进去 里面有拖鞋一踏 呼 跌倒 然后呢 马上插到我的腰后面那个尖尖的 然后我想完了 我那时候告诉你完了 可能腰断了 或是一定 因为我妈妈也是这样 她一跌倒 躺在地上 没人知道 躺了九个钟头不能动 因为她断了两节脊椎 年纪大了嘛 又有什么缺钙啊 所以骨头就比较 然后她就没人知道 到了 到了傍晚 我弟弟想说 妈妈今天怎么睡那么久 进去看一个人 她躺在地上 动也不能动 叫也叫不出来 太痛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一摔 我马上想到我妈妈 啊 换我了 而且我摔得很重 那是好在后来 没事 过了一个关 一个老和尚 一个缅甸的老和尚 帮我 有缅甸的方法 叫我拿七遍 四加一 什么石灰 她帮我念 她说 可以了 这样就好 那没有 不用可以走了 这样 这是 当然是我跟她的缘 也是我的因缘 但是至少那个时候 我接受了 我可能就 就跟我妈妈一样 要躺几年了 这样 当然我 我这样讲的意思说 各位要把每一件事 那个时候我有体悟 嗯 我问我自己平不平静 我已经接受了 因缘到了 那躺着也可以修行 这样 因为修行不是用身体 修行是用心理 那我要超越这个 所以我也没有急 只是他们叫我去找老儿上 后来到了新加坡 他们又叫我去找新加坡的 出名的针灸医生 但是我那时候问我自己 你会怎么样 接受 因为因缘到了 我妈妈也是这样 那我妈妈会苦 因为她没佛法 我呢 可以接受 因为我懂的佛法 那我想各位在这一点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你最怕什么 你要去分析到什么都不怕 不在乎 放得下 这个叫处理行 不会想抓住什么 也不想排斥什么 因为接受它的来 也接受它的去 这个叫处理行 也就是我们讲的放下 但是 因为这样你才会知道 因为生命这么脆弱 这么痛苦 有什么好抓住的 那站在佛教说 你也了解夜报轮回的道理 所以就不执着的去接受一切变化 这不是消极 这是一种承受 接受 然后呢 这样才会无所求 无所求 只在 念一下 因上努力 果上随缘 因为 我要得到解脱 所以我就不要去贪嗔痴 我要得到成佛 因上努力 那我要发起 男人平等的观音菩萨的大悲心 然后呢 广修一切功德 叫波罗蜜 透过布施 波罗蜜 来结善缘 来舍掉 对金钱的执着 也来断除自己的贪欲 这叫自利利他 所以 这些贪心 伤害众生的心 爱生气 懒惰 散乱 执着 这些就是我们的烦恼 那你必须透过布施 词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波罗蜜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利他的行为 又能够完成自利 所以 那你已经决定了 我要行菩萨道 那菩萨道 就在这样自利利他的当中完成的 所以今天别人骗你的钱 骗你的至尊 骗你的感情 骗你的一切 那你要借这个来修行 我没有执着 不然我生气什么 今天人家拿刀子要杀你了 那 那个时候你要接受 全然的接受 接受反而他不杀你 你抗拒他他反而杀你 生病也一样 生病来了 好好忏悔 《念药诗经》 接受医生的一些建议 接受 病很容易好起来 甚至冤亲在主 搞不好就这样 因为你的接受不抗拒他 然后他就超度了 而且你还在做功德 所以所谓要帮助众生 你要先平静 再能够慈悲 这叫观世音菩萨 念下来 内观自在 外观世音 观自在菩萨 行生菩萨菩萨 你能够自在 那自在是在 面对境界的时候你自在 所以在佛陀的时代 很多人说他正阿罗汉 然后呢 其他的阿罗汉就变成老虎 变成魔鬼 去找他 看他怎么想 如果阿罗汉坐在那边 哦 魔鬼来了 正好涅槃他要吃我了 他心里平静的叫阿罗汉 如果我们拔腿就跑 那不叫阿罗汉 或是呱呱叫 那就不叫阿罗汉 那这些境界各位要去想 就是说到底你怕什么 今天一个罗汉一个出离心 既然要讲出离心 你很怕鬼 那你要去魂牧 你一定要多去魂牧 不然你怎么知道 你那个怕还在 你今天很爱钱 那你要过过乞丐的生活 故意把钱送给别人 布施 你要达到最爱的给别人 才叫布施 不然就布施布施 那唯有你达到了自在 平静 观自在 那个时候你去帮助别人 就没有压力 如果你帮助别人有压力 那就不叫帮助别人 因为你没有平静 你没有自在 你可能是为了面子 别人布施一百块美金 这个我不能输 免得人家笑我 那这样就不自在 因为你随你的随缘就好 所以佛陀说随缘随力 不要勉强自己 所以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想要学慈悲 首先必须接受苦难 在苦难里面超越苦难 面对苦难 超越苦难 接受苦难 从这里面去修 这里面没有所谓的成不成功 所以我想学佛各位可能有一点 好 欢迎法师 不能爱面子 不能爱面子 所以我们出家人李光头 我师父刚出家叫我们每天摸 摸什么 就是不能有我慢 你是皇帝你是乞丐 你都不能有分别性 因为你现在是要整个生命融入于佛法 连这个我都是假 这个只是一个像木鱼敲 敲敲敲 现在有声音敲破了就丢掉 你连这个都要去除掉 而且我还没有出家前 就被打了两年 这是对我很好的 打 用打的 那我们有那个禅宗问你话 你答错就打 要很大声 很痛 又大声 这个大声会很丢脸 为什么打我这样 这么多人为什么光打我一个 痛还是身体的 然后这个面子问题是对大众 为什么我被打 好像我错了 那这两个你都要能够接受 当然我现在在跟你说 你会觉得 噢噢噢噢噢 因为还没有打到你 你不知道 我们那时候刚开始修行 那位法师这样 地上一打 就好几个跳起来了 他会怕 那就代表爱面子 或是怕痛 这个里面就是还没有放下 修行 让身体修苦行 就是要让你觉得你身体放下了 那最后才有心理修苦行 明明你是皇帝说你是乞丐 明明你是对讲你错 我们也是这样修的 师父问我 无常是什么 我讲得很对 打下去 我总能分析也没错 然后师父就问我说 我打你是看你对还可以接受错 对 因为你不能说我又没错 那这个就是错 因为我问你无常 现在你的心有没有接受无常 你理论是对 我打你看你能不能平静 因为用各种方法 这样才可以来磨练自己 所以当然 一个人要真的想要去慈悲 你一定要有这种自我征服的过程 因为这个我执这个无名 让我们生生世世苦的不得了 所以阿罗汉如舊头篮 他知道生死轮回的苦 他就是赶快要赶快的禅定 断贪生痴入涅槃 他一秒钟都不想要留在这个人间 很痛苦的 就像各位都知道 穆建年他是活活被打死的 他为什么要留下来 因为他是佛陀希望他帮他 他找入涅槃 找正的阿罗汉就可以化回火光 入涅槃 因为活的就是苦 那我讲到这个地方 那各位要坏 那各位要坏